还有,舍利佛啊,你知道那位伟大的佛陀为何称为阿弥陀佛吗? 舍利佛啊,那尊佛的光明无有限量,遍照十方果度,无所不在,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, 所以才称作阿弥陀,也就是无量的光明佛之意。 世尊在这里,终于谈到阿弥陀佛本身了。 阿弥陀佛是光明的佛,他的光明没有尽头, 他的光明照射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 众生受到这种智慧光明的照耀,都能得到身心安乐的真实利益。 进而融入到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之中,认识自我。 原来,我们每个众生的自信,也同样具足无量的光明和智慧。 还有,舍利佛啊,阿弥陀佛的寿命, 和那里所有人民的寿命一样无限的长久, 跨越无法计算的时空, 所以才称为阿弥陀。 舍利佛啊,阿弥陀佛臣佛到今日, 已经有十个打结的时间了。 阿弥陀是世尊使用的古印度语, 阿是无的意思, 弥陀是测量之意。 合起来就是不可测量的意思, 简称无量。 世尊说, 阿弥陀的光明是无量的。 现在,他又说, 阿弥陀的寿命是无限的长久。 也就是说, 阿弥陀佛是拥有永恒的光与生命, 随时都引导着我们的佛。 阿弥陀佛